DUG.D 你好啦 哈囉 東方風韻榜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李文翰 來吧 我觉得吧 虽然就是更舒服了很多 但是我觉得 就是对待每个作品的 都得更全身心的投入进去 就是上映的时候 我自己也看了自己的表演的部分 我肯定也有自己不满意的地方 对吧 然后就是以后作品 我也会就是更加全身心的投入 我觉得首先得看剧本吧 对 因为这个剧本就很吸引我 都会尝试 对 肯定会响演 就是每部戏里好像都有 都有一些很帅的那种反派 就像是风云里面的 那个熊霸 那个帅 那个也是我儿时的偶像 三分归元气 因为第一个舞台 它是准备时间可能稍微会长一点 就就我会 我的选择也会更多一点 就是舞的难度也会更大一点 但是像第二个舞台就24小时了 那我的选择就会更有把握一些的舞台吧 我觉得 我不属于就是学舞很快的那种 我学舞比较慢 就得睡几觉 睡的觉越多记得越住 因为它有一种叫睡觉记忆法 在我身上很适用 就我就是一个喜欢睡觉记忆法的那种人 但是就像第二个舞台 它只只有24个小时 就说实话对我是个挑战 就睡觉前你的脑子就是 就开始从 从头开始过那个舞 就过一遍之后 第二天起来 你就会发现 就记得很清楚 提升我觉得不是说厨艺 因为厨艺只是那个节目的一小部分 然后像我这个人厨艺本来就很好 厨艺本来就很好 本来就是王者 所以已经没有什么提升的空间了 我是你个鬼 怎么不信呢 蜡笔小声音 就因为我是一个成熟男人 对已经不看那个了 小朋友又有小朋友的样子 现在我看的是七龙珠 从我18岁那年 也就是去年 你是之前就有这个正装 还是 就首先啊奥特曼 我很小的时候我才看奥特曼 就是我看到就是最后一个奥特曼 都已经就是迪迦 然后艾斯奥特曼什么 就泰国奥特曼什么 但是就是距离我已经很辽远了 就是蜡笔小型肯定还是在奥特曼前面 要一定要排个顺序的话可能是 目前应该是七龙珠底 然后再是蜡笔小型肯定是一名 对灌篮高手第一名 然后再是七龙珠 然后再是火影忍者 然后再是蜡笔小型 但是因为蜡笔小型不能跟他们比 因为蜡笔小型是一个你在吃饭的时候 他也能看的一个东西 但是别的动漫可能就是一直在追他 就是你期待下一个剧情是什么呀什么呀什么 那就别玩 那猜一下呗 就是那些新的奥特曼我都不知道 就比如说就有一个叫赛 赛罗 赛罗奥特曼是吗 就他好像是那个赛文奥特曼 我还不知道是泰罗奥特曼的儿子 赛罗是吗 他是谁的儿子 你挺了解啊 那让我猜 赛文 这老的奥特曼我都知道 对吧 艾斯奥特曼 这初代还是杰克 初代 不 不 等会儿 因为初代杰克和佐菲 他们三个头型都一样 我觉得是初代 初代 对 初代是吗 是初代啊 蒙对了 这个迪迦 这个 那个 这个 这个是雷 雷欧是吗 雷欧奥特曼 对 这是我说的赛罗 有心到他们 我就只知道这一个 我的天哪 赛文有儿子 泰罗有儿子 好醉 上微博 参与东方风云版话题讨论 看嘉宾趣事爆料 一起来揭秘吧 是我的音乐棒还是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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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叫 那个叫变成器 打扰了 告辞 那个我我我我 那个有名字啊 他本来就有名字啊 他叫 你如何专属音乐棒 怎么了 怎么还有疑问啊 第一 我并没有制服老板 就是你在北望我 所以我根本没有什么秘籍传授给各位 而且不是说00后整顿职场吗 我18岁那年也就是去年 90后对老板都挺好的呀 打篮球我打杜华 这一点就是是我们老板自己提的 他说 不想就是在公司搞那些什么阶级制度 就比如说你喊杜总啊什么总啊 各种总啊 孙总啊什么总 不要这样喊 就是我们乐华就是一个很有爱的一个大家庭 就是大家都是私底下都是不喊总 就喊名字就好了 都 都 都吗 就是这是老板的亲自的意义 你觉得好吗 你玩过吗 斗鸡 那你当然不知道为什么会成名于斗鸡了 你玩了就知道了 那肯定是我第一名啊 这个都是铁正如山 我就喜欢那种感觉 还有一个那个力量性选手 他没上 就是那个人很很可能可以撼动我第一名的位置 他的那个底盘太稳了 就是我很难轻易把它挑落 不可能 就是如果他在的话 我们肯定就是三英战旅部那种那种感觉 先把它就是弄下去 然后我们再决一胜负 这家我一般都在我那个游戏厅里打游戏 我打那个PS5 后来也比较惭愧 最近才开始玩那个荒野大雕刻 真的是一个就是花很多时间的 但是它真的是一个让人投入真情实感的一个游戏 剧本 对吧 反正你也不知道我家在哪 别躲在里面不出声 我知道你在家 是的 就在接触劇本啊 然后 就是有好的去上 然后 新专辑的话 层层筛选的那种感觉 会比较慢一点 但是但是也有在着手 就是规划下了这张专辑 我的网速 测呗 怎么测 l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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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s 忏betnte咯 wtedy动都是 q señthirds 我手机信号比较好 接下来一个呢 就一个啊 你这个网速不行啊 推荐推荐推荐 不是推荐推荐推荐吗 就是啊 哦 推推推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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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个网络梗吗 不知道啊 挖鼻屎 这干嘛 哦 这是上巴吗 我的天呐 上巴 是不是看他看他像批的那个 后面的背景是批的那个 你在背景太假了 你再说假吗 你有码disco吗 对 我跳过这个 江沙不是买烂 那是我自信的 不要问我现场会不会来一段 我不会 退退退 这是个题目 哎呀 那不好意思了 我不会答这道题 哦 这个啊 这个杨乐阳嘛 我以为你一直在骂我好菜呢 原来这是道题啊 没过过啊 后来就吃了兴趣 你过了是吗 那你好厉害啊 我不羡慕 因为我知道我肯定 肯定会过 苹果的这个148的智商 但是就是 我要就是 我要让大家知道 就是其实我有上升的空间 非常快 非常快 就很快 对 就是又到了 就离别的时候呗 好 886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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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